好了,又來到另一條影片,就是講這個W-O-Formula 上條影片就介紹了,今次做一些複雜一點的題目 我們熱身做一條部分A和B 我上條影片也講過,ψ2x其實是很容易的 ψ2x沒有變化的,一定是兩個ψx和cosx tangent也是,這版本沒有tangent,所以我就不講了 但你反正看到cos2x就要留意,因為cos2x是變化最多的 我們一開始組裝的時候,是用combinical formula 就是cos2x和cos2 另外用回我們form3學的identity,cos2x和cos2是1 就可以組多兩條式出來 就是兩個cos2x-1,或者是1-兩個cos2x 所以你看到cos2x的警覺性會比較高 11條部分A是有個cos2x的份母 我們也講過,很多時候你怎樣用哪一條cos2x的三條式試一條 很多時候都取決於你附近有些什麼 我們看到附近有1的 因為我們最後要化簡到右手邊是tangent這麼簡單 所以分子分母都一定要縮到這麼簡單 所以這個1字我們是不想處理的 如果想處理這個1字的話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cos2x寫成兩個cos2x-1 那你1和-1就可以互相約間 這就是一個很合理的做法 我不敢肯定是正確的 但至少我會憑著題目給我們資訊 我們大概猜到這樣做,機會比較大 所以就做了 那左手邊分子,剛才說了 兩個cos2x cos2x 那份母剛才也講過 1加cos2x就加兩個cos2x-1 那我1就可以輕鬆約間 最主要是cos2x-0 那那接下來的可看 接下來的еб про Boo 來看分子 你考慮這分子 你最擅長的是可做的 就只有抽到差字 因此分子你就抽了 其他分子是對的 那麼1加2cos2x 那份母是同一樣 反母就是已經沒有了1 剩下這2肉,其實你也可以抽到cos2x-2x-1 那整個抽完了 就變成了cos2x-1 1加2cosx 原來資訊弱得這麼簡單 就是因為去到第二個步驟 我們可以將這塊都弱了 所以最後只剩除cos 就是tang 這是一個二生,很簡單的例子 亦都是告訴你最重要的是哪一條式 用cosx用哪一條式 好了,部分b同樣 我們今次分子分母 都有這個很麻煩的1 cos2x就要分別設定假 也就是說 我們今次的分子 我們就應該是用 syn2x不一定要轉 那就應該是減這個 1-2syn2x 那這個1和1-1就要約了 分母呢 就變成2cos2x-1 那又是,做了一個1 於是,分子就餘下2syn2x cosx cos2x 分母呢 就剩兩syn2x cos2x 加2cos2x 這和上面二條已很像,很明顯 抽層格分 달� . 然後分母抽層格分何 CD x 這你一邊做下去會做得到 其實最困難的重點永遠都是第一個步驟 做對了這條步驟的話,後面就水道去成 我再下一個例子 第十四頁的部分C題目,是否困難呢? 又不是很困難的 問題是你如果想做得更快一點 你見到sine2x,就看到兩個sinex和sinex 但這條步驟的地方,就是要看出分子可否用一個更好的可隔 因為你看到分子各自有三個terms 如果真的三個terms成為,那三乘三就是九個terms 那你的分子是超長的 但如果你看得出原來你的左手邊是分子的左手邊 1加cosx,cosx 如果你看得出原來你可以把右手邊 1-sinexcosx,變成1-括號 sinex加cosx 其實一段時間,分子都是同一個道理 左手邊都是同一個道理 如果你能夠看到之下關係 那就變成了A加B,去成A-B 這樣的模式 因為現在的問題就是,A就是1 B就是sinx加cosx 因為你懂得這樣做 左手邊去分子,你化解分子就會寫少很多很多步驟 你看這個關係 即是說,1的square減括號 sinex加cosx square over兩個sinexcosx 你懂得這步驟的話 化解左手邊的分子就會快很多 所以1-sinexcosx加cosx 其實你看到,為什麼要等於負1 就是因為這兩塊加上sinexcosx 就是等於1 所以外面再1-1就是約了 另外,減括號 所以最後你會發現下一個步驟 應該是-2sinexcosx over兩個sinexcosx 最後就是-1 這樣就不簡單 但這題目最重要的是 你能夠觀察到 觀察到第一步驟 就是如何把分子用一個更好的方法 化解 否則,九個定義都可以做到的 但你會發現有點麻煩 這就是我們做Proof的時候 訓練你的觀察力 就是這個意思 第十二條 這個例子很重要的 有名字的 其實很久以前是我讀書的 再上一個sillabus 當時是有這兩條公式的 叫做Triple Angle Formula 古名思義 我們有Double Angle Formula 就是Sine2Fita Triple的話 就是Sine3Fita Sine3Fita 和Sine3Fita 以前是要背的 我讀書的時候 再上一個sillabus 很想知道有多久之前 但這個樣式 其實它的使用率都高 但現在因為sillabus 不用你背 所以如果要你用這條identity 它會叫你證明 即是叫你Proof 這個identity 或者給你 所以這個Proof 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因為你也要自己有能力去砌它出來 其實起手就很簡單 就是Combine Angle Formula Sine3Fita 就把它拆成兩個加一個 所以 2Fita加1Fita 你記得起手就可以了 將3Fita拆成2Fita加1Fita SineA加B 那就是SineAcosB 加CosA SineB 那之後怎麼做呢 之後的問題永遠都是一樣的 Sine2Fita就不會有問題做到 因為Sine2Fita 就只會寫成兩個SineFita CosFita 再成CosFita 永遠的問題都是 這次我們選擇CosA2Fita 那這次我們應該選擇CosA2Fita 哪種式呢 那你就要問自己 你現在做了些什麼 你現在做了些什麼呢 就是 我現在是想指 結果右手邊是 3SineFita 減4Sine3Fita 你會看到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呢 這一部分是沒有CosA的 那如果沒有CosA 你做了一個CosA的東西 應該全部剩掉它 那用一個很合理的想法 我們很自然地去想 那應該呢 是要將CosA2Fita 寫成1-2sine2Fita 才對的 同樣地 不單止這一塊 其實這個CosA2Fita 其實都應該變成1-sine2Fita 這樣就最好 所以其實呢 應該是2-sine2Fita 1-sine2Fita 再加1-2sine2Fita 再乘成sineFita 這樣才是 所以合起來呢 就變成2-sine2Fita 減2-sine3Fita 加sineFita 再多減2-sine3Fita 那就剩下3-sine3Fita 減4-sine3Fita 就是這麼簡單 那麼 同樣地呢 其實part B 都是同一個原理的 那麼我們的起手式 都是將3-sine3Fita 拆成2Fita 加1Fita 所以呢 就CosA CosB 減SineA CosB 減SineA SineB 那這裡可以快講 因為剛才也解釋過 那Sine2Fita 沒有問題 Cos2Fita 我們右手邊 你這次看到 我們右手邊 是沒有SineFita的 那即是任何和SineFita 有關的東西呢 我們都應該去弄走它 所以不應該製造一些SineFita 所以這次呢 我們的 左手邊呢 就應該是寫這個 兩個CosA2Fita 減1 再乘CosA2Fita 再這樣兩個SineFita CosA2Fita SineFita 那同樣地 這兩個SineFita 和SineFita 變成1-CosA2Fita 所以下一步呢 就會變成了 2cosA2Fita 減1 CosA2Fita 再減2cosA2Fita 1-CosA2Fita 那最後呢 拆開它呢 你就會做到 4個CosA3Fita 減3個CosA3Fita 那記住啦 一定不用背 一定不用背 那它要你用的話 自然會有證證 或者是是秘密 那證證的時候 你會加入兩件事 第一個 起手式 就是拆做2Fita 加1Fita 然後用CosA2Fita 第二個重要步驟就是 你處理W-Angle Formula的時候 你是怎樣去選擇 CosA2Fita 怎樣處理呢 那明遠都是這兩個位 那這兩個位解禁了的話 其實這個Proof 就不是很難明的 那我就繼續吧 好了 這個題目的最後 這個Video 最後一條題目 十三條Part A 那這條呢 其實我想做了這麼久 我亦都不打算 講得太複雜了 因為其實十三條A 已經做了很多次了 那又是啦 你想想怎樣處理CosA2X 那當然 就是選擇 CosA2-SA2 兩個CosA2-1 還是兩個CosA2 應該已經做得太多 應該都難你不了 那我回來 就想講Part B Part B也是一些公開市場 問題來的 所以想利用上面的結果 那這條呢 我自己覺得比較直接一點 直接的意思就是 很明顯地你知道 你想做點什麼 他既然想你找CosA2-8 那很明顯地 最簡單的 直接 我便將X 代做Part 8 那我便可以直接用 拍A結果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就可以寫成 左邊呢 左邊呢 就是1加CosA2-Pi-8 加CosA2-P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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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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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選擇 左邊的東西 那其實 1加CosA2-Pi-4 加CosA2-Pi-4 超過 1-CosA2-Pi-4 加CosA2-Pi-4 超過 我們選擇開方2-Pi-2 那就是 1加開方2-Pi-2 再加開方2-Pi-2 1減開方2-Pi-2 再加開方2-Pi-2 非常之好 分母不要 約了 分子 開方2-Pi-2 加開方2-Pi-2 應該直接變成 兩個開方2-Pi-2 即是開方2 那所以呢 就變成 1加開方2-Pi-1 即是1加開方2 就是這麼簡單 那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希望幫大家 那其實W-O-Pi-2 也不算太難得那麼緊要 那 之後下一段影片會繼續講一些例子 那希望幫大家